曾經擁有愛的瞬間 曾經擁有愛的瞬間 流淚到天明無聲的眷戀 恩怨空守身邊 曾經擁有愛的無悔 惦記著一生的光年 付出的真情擁留在我心間 愛恨幾世情人 思念好不到這今生的彼岸 愛是溫暖的獨川 滿載我所有的真心和期盼 滿滿是小平靜的港灣 好 到了 這就是我們的新家 怎麼那麼小啊 我喜歡這裡 我喜歡 你喜歡 喜歡 為什麼 因為這兒小啊 不用像原來一樣 繞來繞去的 我可以隨時看著 媽媽小偉 看到我媳婦 還有姐姐 還有爸爸 嗯 還可以經常看到姐姐 看到爸爸 經常看到大家 就是 這老房子太大了 除了吃飯時間啊 一家人去的命真是太難了 嗯 現在的小房子好 嗯 大家距離近了 大會天天可以見面了 好 挺好 挺好 萬萬萬沒有想到 在這短短的日子里面 陆家竟然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是啊 为了要救陆远信 陆家把卖房卖地的钱 也全部捐出来买军机 企图借着现机 向蒋总裁祝寿 以换取陆远信的无罪开示 花钱买命啊 是谁告诉你 陆家现机 是为了花钱给陆远信买命 我也是刚从少奶奶那儿听说的 你信 喂 罗主任呢 提供汇报一则大消息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呢 事情是这样的 好 这么一来 陆远信是活不了的 怎么了 贩毒分子家属 企图现机祝寿 花钱买命 这么一说出去 陆远信还活得了吗 你想想看 如果这件事情传了出去 报纸一登 会引起社会多大的舆论 原来 犯了毒 判了死罪 花钱是可以买命的 这个还不是无视国法吗 或许 会有人更慎 会这么说 说蒋总裁 逼人倾家荡产 买鸡献兽 用来换取赦免对方死罪的条件 本来 陆远信是不用死的 但是蒋总裁这么一跳 还不下命马上处死陆远信 以正视听呢 那陆家 岂不是太悲哉 转眼间 假破日亡 爸 请您安心地走吧 每天在您的面前发誓 这个仇 我一定会帮您报的 我一定会让陆家付出最大的代价 是没信 难道陆家的巨病 是没信一手造成的 成了 等着看好心 我问你 元宝的死 陆远信藏毒被抓 陆家的一切一切 是不是你搞的鬼 你到底在问什么 我在问你 元宝的死 陆家的一切变故 是不是你搞的鬼 那我也问你 那我也问你 你到底是葛家的儿子 还是陆家的 你为什么不去陆家那边 问问你那亲爱的元宝珠 你爹的死 是不是跟他公共有关 而我们夫妻过得那么不恩爱 葛家发生的所有一切变故 是不是元宝珠搞的鬼 你为什么不问他 你为什么不问他 是我 是我又怎样 我是葛家的媳妇 难道我不应该替爹报仇吗 而你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是在听陆家出头 向我问罪吗 是的话你就管了我 不是的话 请你让开 不要挨着我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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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吃药了老夫人 哎呦不要吃药 我要去找我的儿媳妇 你找我干嘛 我跟你又没什么话话说 不要找我的儿媳妇珍珠 我把她骂走了 我现在要去把她找回来 你要找元宝珠是不是 我现在就带你去 你有本事的话 就把她带回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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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杨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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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美心这是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你 大口口学生说要找元宝珠 我帮不她完成她的心愿 我知道元宝珠在哪 我现在就带她走 你干什么 走啊 干什么 走啊 太过分了你 你竟然打我 我平常已经对你好话说尽 如果今天 我还让你这样对我妈 还能算是她的儿子吗 我还算是一个男人吗 本来就不是男人 你是个男人吗 你是吗 你要口不择言 我没有口不择言 我是挑选的手 你都已经不怕我痛 我还会怕你痛吗 我就问你这句话 你是个男人吗 你是个男人吗 你打我 你打我 你打我呀 你打我呀 你打呀 我可怜你 我可怜你 你只剩下 可以打自己老婆的本事了 我可怜你 你打我呀 你打我呀 打 你打我 我可怜你 打我 你这一把照我记下来 我会千万非地 抱负在你元珍珠的身上 我觉得你真是莫名其妙 你要抱负元珍珠 这事情跟她有什么关系呀 因为只有这样子 你才会心痛 我先告诉你 如果 你们伤害袁珍珠 绝对不会要死 就凭你这句话 袁珍珠这一辈子 休想有好日子过 休想 这个女人是谁啊 好凶啊 吵死了 她 妈 先去医院吧 去赶快治疗 不行 我要找我媳妇 妈 妈 不要了 去医院吧 快去 快 来 我媳妇呢 这菜咱们这么少了 这不少了 我在二谷家的时候 菜比这个要少多了 要适应食物 二谷跟我说 要适食物者为 俊杰 现在咱们家人少 食物不要太多 你免浪费 你免浪费 珍珠啊 以后做饭呢 再添两道素菜 再添一道肉菜 要不别说孩子 我看着呢 哎呀没胃口 来来来 来 哎呦小美正长时间 可以吃吗 谢谢奶奶 吃了多一点 长得高高的 妈 吃饭呢 那唐鹏路家 你们吃这个 你看着 您姐也笑了 哎呀我们陆家 不比以前的 现在 您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那可不行 在保安队居留室的陆会长 那他可不行 我公公的朋友 妈 珍珠啊 小美长有什么话 咱们上外边说去 珍珠啊 说你公公的事 没当着孩子 对对 这事不能当孩子面上说 还那么累 咱们吃啊 好 那再见啊 你们先吃饭啊 给奶奶淋淋淋 好 小美 小美 您珍珠妈妈不让咱们去 您坐这吃吧 好夫人 这陆会长 根本吃不惯玉里的饭菜 自从被商会解释之后 除了我之外 这人人把它当成落水狗 在玉里边 根本得不到什么优待 再加上日本人越打越近 再加上日本人越打越近 路价呢 一日竖着 比如说买肉买菜 就连大米都贵的人吃不起 所以我们保民队呢 现在已经停止供大米饭了 你说我们水底队员都在吃蒸麦片 日本人饭吃什么 只能吃地瓜 一天两顿 老夫人 说路会长你之前 起少是八个菜一个汤了 你经常吃地瓜 他哪能吃得下吗这个 他只能拿地瓜打人 这价格好 扔闹了使馆区的人 你现在连地瓜都不让吃 说饿两天作为惩罚 小先生 老夫人我也想帮忙 我也想给路会长送点好吃的 可是队里经费有限 我要是个副部队长做不了主 所以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我是偷偷地 我赶快来告诉你们 这路会长现在 目前那种惨状 你们得赶快想办法 否则的话 那路会长活活得饿死 那 那那那那这样行不行 您看宋先生 我们出点钱 您应该给我先生 改善一下伙食 吃点好的 您看这样行不行 这按法规是当然不行的 可是 既然有可是 你就明说吧 带着需要多少钱 才能赶上我公共的伙食 你们也知道 我们保安队呢 人多嘴杂的 在家使馆区的人 要给陆会长送点好吃的 首先得堵住他们的嘴巴 免得他们相反说我们怎么怎么样 这不太好 那是是 你就明说吧 到底需要多少钱 我出算了一件 最少一千五百块 一千五百块 这只是打通上下关键 堵住你闲人的嘴的钱 另外还有 另外 不是 您快说 另外什么 你说给陆会长 做好吃的那些有鱼有肉吧 你说现在物价这么贵 你不能给陆会长 就是吃两三顿吗 你不能够 我想你也不可能这么做 对不对 你说我们再给您多少钱 至少 咱是先给五百吧 对啊 宋副队长 你该不会知道我们卖了庄园 加上券款现机 剩个两千几百大洋 再加上我们买了这宅子 剩了两千大洋左右 所以你才开这个价吧 站住 你这话怎么说的 这好像说我恶你们钱是吧 我这是狗拿好多管件事 就当我没来过 谁说过 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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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我们给您一千五百块 您帮我们打通 打通上下 让大伙的善待我先生 只一说 我先生的每餐饭时呢 你看 每天我们送好不好 老夫人 你这么说是怀疑我 可可 陆会长的餐饮钱了 我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退步说 就算使馆区的人 让你们自由进入 自由地往那狱里边 给陆会长送特别的食物 那在保安队门口那些记者 他们是瞎子还是傻子 他们看不见不会说呀 如果这事一登报的话 我们不也一块吃醉吗 你说是不是 是 反正话我说了 你们自己考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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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安萍 他是你爸爸一手拉不起来的 集赐全会长呢 他也暗中 帮了你爸爸 按理说他不该骗咱们呀 不瞒你说 我对宋安萍的说法保持怀疑 可是作为陆家的媳妇 宋安萍她说爸有难 我又不能不信 您说要给她亲 我更不能反对 可是这样一来 从今以后 咱们家 就真的过得节俭了 因为 那 我们家真的没亲了 郑珠啊 真是难为你了 爸 我这儿呢还有几十块营养 先支撑着吧 如果过不了几天 蒋总裁的寿蛋就到了吗 按照以往的惯例呢 不是有特赦就是减刑 咱们又以你爸爸的名义 捐钱献金祝寿 我想呢过不了几天 你爸爸肯定能获释 你爸爸一回来呢 凭你爸爸的本事 咱们陆家肯定能东山再起 好 嗯 嗯 弄住啊 我别担心啊 啊 咱们他没钱啊 怎么办啊 二虎说 男人就要赚钱仰家 我要出去赚钱仰家 我也是男人 我也要赚钱 好 可是我们怎么做呀 二虎妈呢 不是有一辆人力车吗 我去找二虎妈 借这个人力车 完成后 我拉车出去赚钱 赚钱养家 那我呢 你 我想想啊 你可以捡牛粪 捡牛粪 以前 那以前 二虎我股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他家里穷 没钱交学费 他就出去捡牛粪 他身上背着一个竹篓 手里拿这么长的一根竹签子 他就把牛粪捡起来 放在这里面 到处找牛粪 那会儿二虎跟我说呀 他一看见牛粪 就可高兴可高兴了 就跟看见钱似的 他把捡出来的牛粪呢 卖给那些人当肥料 再把卖出来的钱存起来 还当学费 二虎就是这么做的 嗯嗯嗯 你找尾 你也可以 嗯 我才不要去捡牛粪呢 我们去 那我们想别的犯法 哦 还有一种 笊 哦 还有一种 你啊 你可以 去找奶奶要钱 那 把奶奶的钱要我呢 那要很多很多 然后呢 那咱们给她葬起来 你葬起来以后 交给珍珠妈妈 那不就是等于 咱们赚了钱 给珍珠妈妈了吗 哦 这个好刀 好 给捡牛粪糕 好 那你在家里赚钱 我出去赚钱 一会儿我就管二虹妈 借人力程 好 我去找哪一要钱 多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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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来 虹妈 你这真是 说嫂嫂 嫂嫂就到 什么 说嫂嫂 嫂嫂就到啊 我常听别人这么说的 你是说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对吧 说曹操 不是说嫂嫂 是曹操 不是嫂嫂 那我以前听错了 你们刚刚都说虎妈什么了 我们刚刚在说 我想跟虎妈借这个人力车 然后我出去拉车赚钱 二虎跟我说 是男人 就要赚钱养家 我是个男人 这拉车啊 是要登记 是要领牌照的 不是你有车 就可以上街拉客人的 那我也可以去登记领牌照啊 好 好 只要你媳妇珍珠说行 我就把这辆车借给你了 来 以前啊 买你花的那位商人 又经过嫂子家 她说先前在里面买的花 她转手卖给了洋人 获利不错 所以希望你能长期卖花给她 今天她有事要赶紧卖地 就能当妹妹的下来 就来拜托我帮忙 希望你能长期供应她花的 这也真是好人 等下次再来 我一定好好谢谢她 哎 哎 嫂子 你的车呢 送给天智了 话说她想拉车 赚钱养家 还不容易 一个富家子弟竟然可以这么吃苦 可是珍珠不会让她上街的 过去与天智因此吃过事 珍珠不会放心的 那也是 你是说珍珠 她没在我们面前表露出半点的忧伤 但是 你我都知道 她的日子过得很苦 未来的日子 还会更苦 其实我一想起珍珠 她真的挺不容易的 家里嘛 这刚刚败罗 有一个养尊处优的婆婆 一个低智商的丈夫 还有一个年纪尚幼的儿子 她的世人 我想着想着 就觉得心痛 你还露说了一个 在珍珠心里 永远泄不下的痛苦 什么 你过得好吗 好啊 我过得很好 别慌扫死我了 阿松和你认识到今天 我就没见过你的眉图书长了 也许最让你心痛的人 就是你 你过得并不快乐 对吗 珍珠 你觉得我会过得快乐 我会快乐 我自己最心爱的女儿 嫁给了别人 自己的儿子 一直在叫别人爹 他都如今 我还不敢跟他相认 我亲爱的父亲死了 把我奉命 帮我的妻子 你可是我的妻子 你可是我的妻子 我们夫妻 不想到我记不记那么多年 我更因为一场车祸 成了一个不能人道的废物 你觉得 我过得快乐 我能过得快乐吗 我能过得快乐吗 而你 还牵挂着珍珠 怕她过得不好 你才真的叫人心痛 我曾经答应了我珍珠 我这一辈子都会照顾她 虽然我们各自成婚了 但是 只要有一天我还在 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成婚 可是珍珠 并不知道你还这么关心她 还按地理帮着她 我需要告诉她 我很清楚珍珠的性格 她会为了避兴 拒绝我对她的帮助 甚至 我们俩会连朋友都没得到 我知道 你对珍珠 无怨无悔 只求付出 不求回报 可是 可是 嫂子以后不能再继续帮你了 我是说 我不能再当你们的中间人了 不能再帮你 转送 卖花的钱给珍珠了 因为 我就要离开了 我已经准备好 去一个 很远很远的地方旅行 我这一去 也许就再也不回来了 永远都不再回来了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去 因为 有我亲人在的地方 快点下去 快点下去 为什么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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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生 程太太 能认得咱们是没事的 你叫好儿虎对吧 好 我和我先生 常坐你的车 有一回 我从庙里烧香回来 身上忘了带钱 下车时 没法付你车资 你还大方地说 没关系的 下回您再买菩萨的车 放我来求你 求菩萨保佑我好儿虎 拉车的路上捡条金子就行了 谢谢您了小哥 下次再坐您的车 我双倍补给您 结果 你们还真付了双倍的车资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应该的 这儿是我家的小客房 你受了伤 我们便把你带到这儿疗伤了 记着 是我们出这两个虾的 不是我这种大声 刀爷们的 记得别够活动 那天我生日 买了些活鱼 和我先生准备到水面去放水 却意外地看见西边 受伤昏迷了 我先生一看 就知道中了是枪伤 这诗音可怕没那么单纯 因此我眉眉敢往外生长 也偷偷地在你待会儿这儿疗伤了 我先生呢 他懂的医疗护理 是他救了你的 谢谢程先生 谢谢程太太 感谢你们的救命大恩 二位在这儿给你们磕头了 别别别别这样 别这样别这样 两位的救命大恩 二户没法回报 以后两位坐二户的车 二户终身免费 没出息 你让我们终身免费坐你的车 难道你想当一辈子的车夫吗 我 你现在恐怕不能露面了 就更别想拉车了 你出事的那天就见了报 报上说你是劫匪 才不是 我不是劫匪 我是被保安队陷害的 你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别怕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不希望 看到你因为刺杀宋安平 而赔上自己的性命 你是谁啊 你先别问我是谁 我带你去看一个人 这个 妈 我不是在什么 不是 不是 不是妈 不是 妈 我是二胡 我没死 妈 二胡 是我 真是呀 是我 妈 是我 我 我还请媳妇呢 真的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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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没自生意的时候 我爸都会跟她说 媳妇别生气 都是爱人做 你要再生气 俺就跳过去 二虎 二虎 我还要当爸爸了 我还要当爸爸了 你还要当爸爸了 你还要当爸爸了 长得一点都不像你 我和天智是最最要好的朋友 对 我们找大人当最最要好的兄弟 对 说过了别叫我叔叔 我也才没大你几岁 就叫我二虎哥就行了 那你既是我爸爸的同学 又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兄弟 对啊 对啊 朋友各交各的 我和你爸是兄弟 他是大哥 我是小弟 你 你有没有我的珍珠睡在地上中 有 有 那你没有没有办过那事 嗯 那事 就是 你有没有 光着身子和珍珠一起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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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爸 爸 爸 嗯 我找奶爷要钱 奶奶给我了 够了一块银羊 一块 看 能够好多铜钱呢 是啊 先放你呢 咱够了 咱们再给蜘蛛妈妈 好 小弟 那时候 一会儿呢 我要出去拉车赚钱 但是你千万不要告诉珍珠妈妈 啊 那妈妈要是笨呢 我该怎么办 你不是说我不可以说谎的吗 那你就什么都不说 那就不是要说谎了 可不说 妈妈会罚我呀 那 那你就跟着我一块出去 咱们不告诉她 那出门不跟妈妈说 家法要打石家屁股的 我才不干呢 那 那怎么办呀 哎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让妈妈 把我们赶出去 快 快 快 二姑 明显是被宋安平那伙人给陷害了 但他现在 已经是由你受不清了 他若先生 就会被撞 被判死 所以 他现在只能隐姓埋名 无论如何 再也不能到明处 过日子了 那我二姑 岂不是不能在世上做人了 也不至于 不过 不过 你相信我 就把二姑交回我了 我让她 为国家做点事 等将来立了功劳 能有机会 帮她平凡 不满 不满二位 陈国恩 知识我的画迷 情诗 也是我介意掩护的假身份 实际上 实际上 我是个从事地下工作的军人 奉命来到大后方 吸取幼稚青年和知识 一起为抗战 我太太也收工其中的一份子 我现在就在接受训练的 那我让我儿子参加 这可是 二姑娘出人头地 我们总要走的计划 那我也参加 行啊 行啊 下次见 姐 你在说些什么 要我参加什么 我要做些什么 要我来告诉你 二姑同志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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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 你 奶奶在睡觉呢 你们小声点 我出去玩 别吵醒了他 那我跟爸爸去外面玩 好 那你们小心点啊 都看来 你 又要去哪里 呢 有个子 让我去哪里 那你 坐在这儿 是不是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